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今天是27号 明天28号 今天是礼拜三 明天礼拜四 老师必须要去非凡录一个叫做古海洋返 那所以我们明天这个要停播一天 对同志们比较抱歉 因为我们的粉丝还不少 有些人都长期在追踪 那我就这样跟大家讲是说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一个步骤的 跟着这个步骤慢慢的做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也希望投资朋友您能够这个 就说视野稍微扣一点 因为股市每天都会有变化 像今天台北股市你看看嘛 又涨了70点 之前的高点又快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高点 之前高点好像11668的样子 差二十几点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你看今天 今天事实上 明天还遇到台 就这里嘛 这里 这里吧 就这里 看就知道了 就这里 这个位置 看一下 就这个点 差一点就过了 那明天开完就过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那因为明天又是摩台子的结仓 所以这个月又到了尽头 马上又来到12月 我得强调说 股票上它是一个 一个循环的架构 我们来看看今天排面上 排面上有的股票很强 比如说 2330的 昨天 昨天不怎么样今天又上来了 昨天不怎么样今天又上来了 昨天爆这个大量是因为被动资金 所以昨天这个大量并没有影响到台积电 今天量税回归正常了 那台北股市今天1088亿 明天摩台结仓会稍微多一点 应该会稍微多一点 如果比这个还少那就 那就风险就来了 因为这里要做结构的转换 那外资的 叫结仓又是一件麻烦事 所以如果结完仓之后 应该在礼拜五过后 礼拜五 还是下礼拜 这个成交量就会像今天这样 维持在1000亿上下 这种绝对不利于权重股 外资12月份也要去度假 也要去度假 大咖都要去度假 只有小咖 就那个助理在那边守着盘而已 所以你也不要预告12月会什么指数大涨行情 不会 不会有这种指数大涨行情 你要记得我跟大家讲的一件事 那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在操作的各个过程里面 我们建议投资朋友你要有一个 一个轮动的一个架构 我昨天跟大家讲 我认为生技股要涨 事实上生技股一大早是涨的 那后来也是小涨而已 像这个 像这个美食 你看看嘛 美食这几天 我认为你看今天 这个都慢慢涨 不要被什么十字线 那个没有用 像这个流上影线 黑棒都没有 你看这整个涨上来 这整个涨上来 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观念 像这个都继续涨 多头隔几是存在的 1752的 今天这个慢慢的这个小涨上来 上到属于 不能说高 这是起涨点 这个是起涨点 你不用怀疑 1762的 今天碰触到 碰触到这个点 又下来了 所以这个也是小涨 但这个都很有机会 4167的这个 明年有一笔 抢购 抢赚这个 美国市场上 30亿美元的市场 它转亏为盈 实际上你看到中长线 你就知道 这两天 这两天如果这些大量 这大量后来突破 走一波 这个大量这两天 不要突破量 就是量小过这个高点 整个就上去了 整个就上去了 那当然有些股票 这个游戏概念股还是 实在 每天都有小高点 每天都有小高点 去这边绕 这个也都是最后阶段的 这个都最后阶段了 生计游戏 Oh my god 也是一样 生计游戏 生计游戏 那这个今天就是 开始涨上来了 生计游戏 绝对是这一波真正的主流 那传产也快要跟进了 如果我们环顾全世界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环顾全世界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全世界 到底就知道我讲什么了 我再讲一遍 你看哦 道琼是涨0.2% 那么那达克是0.18 最主要是涨什么 还是涨生计啊 还是生计再涨啊 那备半是跌下来的 那标普啊 只有备半没有创历史新高 这三个指数都创历史新高 对 那创历史新高 这个这个这个格局里面啊 就是整个架构啊 创历史新高 表示说这里是多头 所以这里也没有看空的必要 只不过股票类股的结构会转弯 那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华为的概念股在中国 现在都还在跌当中 这让大陆股市表现得并不好 就在这边啊 像今天有没有上阵也不过涨0.09而已 他在这个上阵有没有 在2900点这段岌岌可危啊 3000点破之后2900点都岌岌可危 他现在没有大跌 全世界好像现在空气是凝结在一起的 所以除非是磨胎 如果磨胎子明天结伤成交量 还只有1000亿左右的话 那就风险真的 指数的风险有 个股的轮动速度就变快了 个股的轮动速度就变快了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个股当中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轮动的一个架构 我们认为老师还是一句话 今天一大早就觉得生技股跳上去了 这是没错的 可是盘中呢 因为台积电又来了 至于压抑的 又压抑的 我再强调啊 生技跟科技股 电子股是悄悄板的 盘中一大早看到 看到美国生 我们现在还没有反应 美国MEI生技指数的大涨 都还没有反应到 我们现在只在小涨 所以这次生技股 如果是一个破断多头 会很可怕哦 会很长一个多头哦 因为投资人自己想想干嘛 现在在谈那个鸡蛋水胶股下市的问题 多少股票会开始赶快做价 不然你万一被点名就麻烦了 所以加上12月份到明年的1月2月份 本来就是无稽之谈 这些无稽之谈的机会的话 就会让这个中小型的股票 而且加上我们做财报的空窗期 那外资过年这段时间又要休假 所以还是老化回去 还是老化回去 很多投资朋友在这边 你这个买小不买大 买小不买大 有些股票我认为都是 都有一点在骗人 好像这前两天还涨上来 这个涨这么多 要回党没有那么容易 一定是要做一个右肩 就像623年一样 这个当初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要从这边下来 你看每一次都谈 你都认为再下来 然后这里下来 又一谈 再下来 然后再开始谈 然后又下来 这好像又要结束了 明天这条线再破又结束了 又结束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感觉 3653是比较例外的 因为它什么 它走的是这个AMD超为的路线 不过今天有留一个上影线 这个都有疑虑的 所以我还是强调 生技游戏跟部分的传产 是现阶段最好的选择标的 那我叫你做生技 也没有让你丢脸 像这个都 都让你赚到钱 只是说你买到这里也好 买到这里也好 都可以赚到钱 那1762呢 今天还创了波段高 所以我们是在这附近 跟大家讲的嘛 经过两个波段 所以这个都是大家最后的一个机会 好好把握 再强调一次 明天我老师休息 那如果你有任何余力的话 请你看我们的LINE AT 加入我们的LINE AT 小老鼠YES528 小老鼠YES528 台股新宫链 祝福你 我们后天见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